跟剛剛的效果是一樣的 有沒有 我左右馬達差反 機器人就是這樣 左右馬達方向反的話 你只要調換就好 有沒有 右轉 前進 後退 那你會發現機器人有輕微的抖動 就是我們只要上到感應器的課的話 都是一樣 一定要做什麼 做濾波診施 然後做它相關的信號處理 把它特別高或特別低了 不然它就會像這樣 這個東西的效果 雖然跟剛剛的 剛剛的 用熱膏機器人的話看起來一樣 可是實際上 例如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的腳位 這邊全部都可以讓你接SERVO MOGO 或是分接出來接你各位所需要的感測器 就可以不需要再看熱膏的臉色 我其實只要用這一片就可以了 那是因為我們本身對熱膏很熟 而且這顆馬達 它拋很強 又可以下Incoder 就是 它是一個無線旋轉的伺服馬達 有的伺服馬達 它只能有線旋轉 例如正負200度 OK 那我們 想要機器人它一直運動的話 其實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樣 你們老師要玩一下 我想問一下 如果學生弄這個來寫 你剛才拿那個什麼字 是不是就比較簡單 簡單多 就可以看到它 你那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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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圖片應該是外圖的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我那個圖片 有圖片 有圖片 如果圖片應該就有圖片 阿圖片 阿圖片 你一定要會吸 再不然就是 用Squitch刀 這樣 這樣 這片它是一個美國公司 然後我們 我們是代理 好 那 ADK的話 我們是